中方注意到了有关的报道 根据媒体采访现场的视频看 印度官员主要强调 印度将采取措施 加强自身网络安全 并没有将相关网络活动 与中国相联系 并表示 网络威胁可能来自任何国家 中方一贯认为 网络安全是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 应通过对话与合作 共同应对 一段时期以来 美国以加强能力建设为名 谋求与中国的邻国 开展网络领域的军事合作 意图在中国周边进行网络前沿部署 我们还注意到 美国政府及一些网络安全公司 开始 有计划的散布 关于中国黑客攻击的虚假信息 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还有安全公司 中方对我们有统的虚拟